《财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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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相信应该我都是叫了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些菜系 应该还是蛮好吃的 很坦率的说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香格里拉我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对香格里拉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这个酒店 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那么在大马肯定是香格里拉应该是最出名的嘛 因为是这个郭鹤年的集团对吧 对对对 等于是马来西亚的本家了 对对对 二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的故乡山东青岛 我们那边当年第一间国际性的五星级酒店 就是香格里拉 对对对 而且在香格里拉在青岛人的心目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它是第一间五星级的就是国际性的 本地牌子的是有的 之前有一间的 但是国际性的香格里拉真的是第一间的 就是在90年代的上世纪90年代 能上香格里拉吃顿饭 那都是顶牛的一件事情 没错 我当年的很多宴庆也都是在香格里拉完成的 对对对 顾客有很多人去住香格里拉嘛 对吧 所以我小孩一进来 不爱顾客啊 你知道我们家孩子一进来这个大厅之后 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 他说妈虽然没住过这边 但是我觉得这是香格里拉特有的味道 我说啥味道 他说香皂味 他说为什么有香皂的味道 我不知道他说去过的别的香格里拉反正都是这股味道 我就猜他们会不会是用同一品牌的香薰啊 我是没闻出来啊 是是是是 很搞笑 对 而且我们这次来这个香工啊 我发现我觉得他这个装饰很中式 很中式 很古色古香啊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而且这边的服务员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嗯 你感觉很亲切 是 我看马来西亚吉隆托的这个香格里拉最早是1985年开业的 蛮老一下子了 对对 前两天我们去吃的这个叫什么利宝轩 也就是那个文华东方啊 是1987年 198几年 好像这个这批饭店应该都算是吉隆布的老饭店了 老的这种新极酒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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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天我们去 辛锐的去吃一下 没错没错 OK我们先得上菜吧 先说一下 上菜有点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过新年的缘故 厨师比较少还是怎样 而且我觉得吧 这个香工 它应该属于那种 比较古早的那种 粤菜餐厅 传统粤菜餐厅 传统粤菜餐厅 我是这么感觉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上菜的程序是先上汤 其实现在很多粤菜餐厅上菜 根本不是这样子上了 没什么次序的 没什么次序 但它是先上汤 我今天叫的是什么汤呢 我叫的是一个黑蒜鸡块鲍鱼汤 为什么叫这个呢 因为它有黑蒜 我从来没吃过黑蒜 但是因为不是前几年 我们抖音上有一个黑蒜视频火了之后 黑蒜节是吧 我就特别想尝试黑蒜 可是它这个汤的味道 着实是挺好的 我觉得有股板栗的味道 你知道吗 板栗香啊 然后这个是黑蒜 我不确定它好不好吃 我能不能吐出来 万一吐出来我就掐掉 那个黑蒜姐就是一边夸着一边呕着是吧 就还好 反正太怪了 它也是腌 好像是发酵的一种蒜 还好 还好 好了菜也陆陆续续上来了 已经陆陆续续上来了 先上了三个菜 这两个其实我都觉得类似于开胃菜之类的 这个它叫做牡丹软壳蟹 软壳蟹 不懂是什么 这个是个油条杀绿 油条杀绿 乖乖的 这个是个叫茶香鸡 茶香鸡好像是他们的特色菜 招牌 就是它其实我现在来试这个鸡哈 它其实是有北京烤鸭的 没错 但它一要一要一只 所以我没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既想吃鸡又想吃鸭 所以我就要了半只茶香鸡 半只烧鸭这样子 这烧鸡吗 茶香鸡吗 还是那个烧鸭 这是茶香鸡 这是鸡 哇 这个好好吃 好像我看他们的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炭烧的吧 我看他们的评价里面 对这个鸡的这个茶香鸡的是比较胜誉的 所以我们要来点点 有一点茶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炭烧做出来的 因为你能尝到那个炭烤的那种味道 不懂是不是 我的口感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推荐大家倒的话一定要叫 然后这个说是软壳馅 我下手吧 还是我们自己人 OK 又上了几道菜 这个呢是芦笋烧袋子 没错 然后这是他们的自制豆腐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烧鸭咯 然后这个是一个莲藕小炒肉 我来来先试他们的豆腐 我最喜欢吃豆腐了 但是呢吃豆腐之前我要说一句 我好像点菜点多了 还有两三道没上 是龟宫里上次在兰卡威 那个中餐厅吃完的后果 因为那个小粪很小 我又忘了 我全叫了小粪 我想多叫几道吧 就叫了七八头十道 刚才那个安提跟我说 他说没关系新年多就多吧 丰衣足食 对对对 我年年有余 今年我肯定剩很多 大不了明天吃 我跟你讲啊 大家如果 如果你是国外的朋友 你来马来西亚 你到了他们这种老字号酒店了 你一定要叫豆腐 就他们的自制豆腐 无论是哪一家 通常都做的很好吃 对对对对 马来西亚这个粤菜里面 对我确实做的好吃 嗯 超级好吃 嫩嫩滑滑的 真的是 一口真好 这个呢是一个油水虾 对 还好我没要鱼 因为我稍微肉痛了一下 是我请客 幸亏没叫 要是叫了鱼就剩更多了 哈哈哈 然后拍一下我们今天的寿星蓝胖子 对他们家的小分也很大 真的是盘大量子 对对对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嗯 所以今天的菜真的是叫菜多 这可以十个人吃 我觉得 没错没错 今天是我25岁生日是吧 嗯 还好还好 我太太叫我25岁生日 没说250 哈哈哈 是不是 来帅哥吃一个袋子 嗯 没有吃袋子 我刚才吃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茶香鸡啊 茶香鸡 就是这个油条沙拉 啊 我们家这个这个小吃很好吃 超级好吃 我们家小孩最赞的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叫哈 叫油条沙拉 杏片油条沙拉 没错没错 它做的很脆香 对 这个茶香鸡吧 嗯 我吃了以后吧 它是一种 就像烟熏鸡的味道 啊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讲这炭烧 是是是烟熏的感觉 是的 不过你要说这个想袋子什么 我觉得就是普通平常了 我在家自己也也也经常买 去买那个加拿大的袋子 自己也会来做嘛 我太太做的那种粉丝袋子 也做的相当好吃 嗯 但是我是特别偏好吃海鲜里面偏好吃带的 我也是 我们家下为一倍嘛 嗯 对对对 对不对 来 一口焖一个 嗯 啊 还有 请你今天吃的满足 对我的请客表示开心吗 当然 非常开心 过几天是我的生日了 对对 你在请客吗 不不不不我不我不就不出来吃饭了 你直接折线好了哈 还有这样的好吃啊 哈哈哈 可以我们继续吃吧 别走开 还有一道菜 这个是秘制羊排 但他没有给我叉子哎 我怎么把它搞过来 你是拿一只整个一只拿起来吃醒了 我觉得我吃不下了 真的量太大了 来尝尝味道啊 算了我拿手吧 等一下去洗 这有点不大文明 不过也没关系了 这才比较体现我的风格 文明有诶 吃不饱 哇这个羊味好浓 一吃就能吃出来是羊肉 然后它应该是红烧汁 我感觉 应该是鞠的 应该是鞠的 然后有一点甜 这个还算OK 反正也不是特别出彩 就是造型比较漂亮 人家吃完了 具体点评这里面 我最喜欢吃的有哪几道菜 这个我就咬一口尝尝好了 剩下的给小孩 因为我实在不想吃了 因为这个不能算典型的中餐了 对吧 其实也还蛮中的 只是偶尔一两道 它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无国界的感觉 但大部分都是很中式的 其实马来西亚 吉隆坡有些餐馆 很多是走着融合菜息 是的是的是的 但这家其实还是蛮中式的 因为我刚才也尝了它那个烧鸭 也尝了它这个茶香机和这个我们做的那个什么小炒房是吧 一吃呢就是广式的 那种口味很正 很正非常正 这家蛮推荐的 而且它小炒房里面还用那个夏威夷果来给你做的 夏威夷果 很多夏威夷果 很贵哦 对吧 很好吃哦 总而言之 我是觉得说好吃的话 还真的就是得上这种酒楼或五星级酒店里的那种餐厅 对对 就是我们在吃拼拼美食的时候 就也不要排斥这些在这种高档宾馆里面的对不对 啊对对对 它的味道也很也很好也很正 虽然是价格上贵一点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你说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这家是不是在吉隆坡算是比较出名的这种很老字号的这种 比较大比较贵的这种店 对应该是很出名 很多人给我推荐过 对因为我在网上那个搜寻的时候 好像吉隆坡比较老一点的 比较口味比较正一点的这个乐视餐馆 主要就是一个是这个文化东方的那个利宝萱 然后就是这个香工 就是香格里的香工 因为他们也开在八九十年代嘛 而且两家应该挨得蛮近的吧 不一样地方不一样 对对对 一个是在双子塔那个位置 这个是在一个好像是原来这个万利这个附近 哦万利的 万利酒店那个附近 哦这个位置 它是应该靠近吉隆坡塔比较近应该 我们这个甜点上了有两道 一道是炸榴莲 还有一个是绿茶奶冻 对 然后那个等一下吃给大家看一下还是最后环节看一下账单哈 我们这一餐吃了多少钱呢 就是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内 蓝胖的刚才说 差不多得吃七八百块钱吧 我说不应该是一千令吉上下果真 九百三十六块九毛五这一餐 嗯啊但是同样还剩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合理的 嗯因为这个是吉隆坡最中心的区域的五星级酒店里面的中餐馆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叫的其实菜的质量都是蛮硬菜的 按照我们中国话讲 没错 而它量也蛮大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很良心的 嗯就这么说吧 其实我在五六年前来吉隆坡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长期定居在这里吗 我在这边吃马来西亚这边的中餐馆和粤菜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马来西亚这边的粤菜 无论是酒楼也好大拍档也好就是各个层次的 它的价格其实相对于其他我们中国的一些城市 例如香港啊例如广州啊都要便宜很多 深圳啊深圳等等都要便宜很多 广州还算便宜 嗯这个就算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在粤菜方面的一个优势 咱不说它口味啊就价格方面 好想我们爱吃粤菜 然后好吃还不贵啊好吃还不贵 这个对我们两个特别合适 因为我们两个是特别喜欢吃粤菜的 对对对对啊 作为香格里拉的这个中餐馆 我觉得还是要给它点赞的 因为它确实口味很好 我跟你讲其实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订这个预定的时候其实挺不顺的 电话一直没打通 对后来我是在晚上预定的 而且我们来的时候塞车 蓝胖子又走错了好几次路 你知道吗我已经有点小烦躁了 当然考虑到因为蓝校长不管怎么说25岁生日嘛 咱得给他个面子 所以我就强颜欢笑的来了 但没想到出乎意料的好吃 超赞也很推荐 现在就不用强颜欢笑了是吧 现在一笑的嘎嘎的了是吧 包括这餐我们还是打包回家了 所以它的量还是很足的 对那个鸭和鸡全部都打包了 好的 这餐就这样吧 然后下一餐要吃什么 不知道咧 哦好像知道 但是暂时先保密 拍的时候 看的时候你们就放出来 就是放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因为那家我也是已经完全预定好了 我们是要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去吃的 对对对 大家期待下一集吧 拜拜